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总算是结束了 老旺鸡悄悄 嘘了一口气 辞别了诸人 便茫茫地回到了静市 魏无羡与星木二人正等他回来晚餐 魏无羡替他宽了外衣 取下发罐 星木摆好饭菜 挽住 暗黄灯下三人齐聚己前 开始用餐 这才是韩光君最爱的生活 虽然仍是免不了红尘俗世的烦扰 但也有属于自己的岁月静好 韩光君也是满足的 食不言 星木有话要说 便快快地吃了饭 喝完最后一口汤 放下手中织碗柱 星木道 阿爹 我给我的剑取了个好名字了 哦 叫什么 魏无羡绕有兴致地问 叫伏魔剑 星木笑道 啊 这么个怪名字 魏无羡忍不住想笑 阿爹 你从前住的地方叫伏魔洞 那我现在有柄伏魔剑 用来降摇伏魔 有何不可呢 父亲 你说是不是 星木仍是笑咪咪地道 啊 星木是不知道 老祖伏魔两个字的含义 是伏了他这只魔 但也不好明说 星木的大眼睛 不断地向两人脸上 勋寻 狼王鸡便淡淡地应了声 可以 啊 蓝战 星木却立刻递上自己剑 请狼王鸡给他刻字 狼王鸡便郑重地 在剑上刻下了伏魔两字 星木喜滋滋地 捧了剑回房 蓝战 星木的剑叫伏魔剑 会不会有些太随了呢 毕竟你们家的都是叫 碧城 树月 这样的好名字啊 卫英 随本心意 既是最好 伏魔剑 我很喜欢 蓝王鸡微微笑道 他喜欢星木一切的 与魏无羡 相似的地方 温宁的医馆 准备得差不多了 于次日开张 选了许多名字 皆不大满意 最后还是由魏无羡 订了 叫做温室医馆 关宁原本也是不愿意 用温室之名 无奈 魏无羡一再坚持 只得游了它 莲花屋 向着外界的一面 隔了三四间屋子出来 设了诊室和药房 药房内做了高高的药柜 一排排的小抽屉中 填满了各种药材 屋前原先种着竹子 移到了这几间屋的后面 让这几间屋 与外界相连 正房的门楣上 挂着温室医馆的门边 由狼王鸡所书 而连堂 堂中间的小亭子 连郎 温宁及魏无羡 原来居住的小屋 还是由竹子为住 与外界相隔的 外人到不了后院 温宁的医术 在街坊之间早有美名 正是开了医馆之后 不说门庭若是 但来来往往 求医问诊的 也是络绎不绝 不仅是财医镇 等临近村镇 甚至是整个姑苏城 慕名而来的 也不在少数 温宁主枕 绵绵配药 两人都开始变得很忙碌 对于诊经 他们向来是很随意的 遇上穷人 他们可以不收钱 不仅免费看诊 有时还免费赠药 但医馆渐渐的 还是开始有了些收入 温宁不再需要魏无羡 给他生活费 开始可以自立了 他深感自豪 这么多年以来 他终于不必再附庸于人 他终于找到了自己的位置 这一切都是魏无羡为他打算的 感激之情又增添了几分 魏无羡当日坚持用温室医馆之名 就是为了让温宁不再总是惦记着当年的温室之乱 不再总是背负着温室余孽之名 抬不起头来 他见到温宁一日一日地开朗起来 脸上渐渐泛起自信的微笑 在与人医病的时候 神色间总是带着稳重和从容 并也感到非常的欣慰 深觉自己的这个决定 做得很对 温宁仍师也一有空 就要给魏无羡做好吃的 给他做莲藕排骨汤 一有空就将莲花屋收拾得飘飘凉凉 偶尔有病患为了感激温宁 给他送了些什么好东西来 他也是低于时间 就要送到云深不知处去 有公子的地方 便是他温宁的家 即便现如今成了名医又如何 公子永远是他的公子 是他温宁 要誓死相随的人 经过一段时间的劳碌奔波 四处探访 八方比较 老夫子终于帮兰西尘 选定了一个满意的仙子 虽只是仙门小户人家 但家世清白 性情温婉 长相秀美 是老夫子理想的媳妇人选 他下到寒潭洞中 与兰西尘一说 兰西尘仍是那副甜淡的模样 似乎说的就不是他的事 反正除了江城 其他选中的谁 也无所谓了 能让叔父满意便爸 成了清就好了 老夫子心下暗道 既是兰西尘并无反对之意 老夫子便想快些将喜事定下来 虽然相亲这事 是老夫子独自一人 亲身去的 他的两个侄子 一个说万事全凭舒服做主 另一个推有事没空陪同 可提亲这件事 却不能马虎 总不能提亲 正是让老夫子一人去 叫姑娘家的 在成亲前 都没见过新郎吧 虽然兰西尘在众仙家中 早已 齐聚美名 但样子 还是要做一做 不然 显得太有些 看清姑娘家 兄弟俩必须去 一起去 大的为主 小的相陪 两个人 一个毫无兴致 一个心下叫苦 温英若是知道了 还不得闹翻天 但老夫子下了死命令 谁敢不从呢 这一日 提亲日 天气大好 蓝天白云 艳阳高涨 和风袭袭 书学三人出发 蓝氏双臂两人 却似一根 枝上 结得一双 被风吹黏的茄子 在半空中 预阵而行 面无表情 毫无生气 狼望金是悄悄说来的 他并没有相为无限 说明真相 不敢 若是 给他知道 他今日陪着 去给蓝西尘提亲 必定 得照了谋去 吕不顺的那种 能忙过一日 算一日吧 西尘 忘记 你们两个 做这个样子 给谁看呢 老夫子生气了 他原是兴冲冲的 可敌不过 两个 折身上的煤气 对不起 叔父 两人齐声道 你们这样 去到别人家里 怕不是去提亲的 是去送丧的 老夫子气道 想想都脑壳痛 兄弟二人不敢说话 努力挣了脸色 想要看起来 显得精神些 信得两人生来 就是好像吗 怎样 也好看 外人也看不出 什么异常 带了女方家中 那家人 早已恭候多时 毕竟 能跟姑苏兰氏 结上亲 绝对算是 攀了高知的 是无上的荣耀 何况 则无均一职高居 社家公子榜 榜首 是仙门中 第一的美男子 风姿过人 品性高洁 清训温雅 素来 名声极好 今日 亲见蓝西辰 与狼望鸡二人 跟在蓝起人身后 皆是 腰弦配剑 白衣飘飘 凌然若仙 真宛若一对 狐狭美誉 冰雕欲素 令人更是折服 忙迎接进去 殷勤相待 狼望鸡素来寡语 众人皆知 蓝西辰虽然任家主多年 各种场合 早已能从容面对 谈笑自如 只是 今日 他是求亲的主角 有些矜持少语 众人 便也体谅他些 事已 两兄弟只是静坐着 饮茶 不发一语 也并没有显着 奢礼数 仍是老夫子 以礼周旋 那仙子本人 也被换了前来 百般娇羞 却还是红着脸 来向老夫子 行了礼 也悄悄 向狼西神 瞄了一眼 心如壮碌 万分满意 无论谁 能嫁个这样家世 又好 神又漂亮的 如意郎君 都要感叹 自己命好的 虽然 并没有答言 那仙子心中 早已 方心暗许 只盼能早日成亲 好 共结连礼 事业相伴 在此盘 还了一整日 女方家 接受了提亲 当下 双方互赠表礼 已是成义 也约定 以三月之期 来筹办婚礼 即使姑苏蓝氏大公子成婚 必要热闹隆重才行 双方都需谨慎准备 三个月 已经是最短的日期了